近日,不老女神林心如出席活动,大方分享了七岁女儿小海豚的成长趣事,瞬间化身宠女狂魔,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母爱。 这位演艺事业风生水起的女强人,在育儿方面也展现出独到的见解和无限的温柔。 谁说女儿是小棉袄?咱们的小海豚可是个古灵精怪,超有主见的谈判专家。 用林心如的话说,那就是很会顶嘴,吃软不吃硬。 小丫头才七岁,就已经深谙谈判之道,比起哭闹撒娇,她更喜欢用逻辑和道理说服你。 别看小海豚小小年纪,内心戏可是很丰富的。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她不会大吵大闹,而是默默流眼泪。 这敏感细腻的性格,跟妈妈林心如还真有几分相似。 当然,母女之间偶尔也会出现意见不合的时候。 比如在穿衣打扮上,林心如更希望女儿穿得漂漂亮亮的, 而小海豚却更喜欢休闲舒适的居家服。 每当这时,林心如都会化身温柔谈判官,耐心地跟女儿沟通, 最终总能找到让彼此满意的方案。 除了性格上的小特点,小海豚在艺术方面也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活力四射的KPOP舞蹈, 看来是完美继承了妈妈的艺术细胞啊。 不过,当被问及是否会考虑让女儿去韩国当练习生时, 林心如立马化身护娃狂魔,果断拒绝。 不可能,想都别想,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看来,比起让女儿过早进入复杂的娱乐圈, 林心如更希望她能享受单纯快乐的童年。 其实,早在小海豚六岁生日的时候, 林心如的好友就曾晒出过她的照片, 照片里的小海豚乖巧可爱, 完全看不出顶嘴小能手的样子, 看来小姑娘真是人小鬼大,演技在线啊。 更让人感动的是, 林心如还分享了一件小海豚和宠物乌龟的暖心故事。 小海豚养的乌龟不幸去世了, 当时她还不太理解死亡的含义, 只知道心爱的乌龟不见了, 为此伤心了好久,总是默默流眼泪。 这件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小海豚柔软善良的内心, 也让我们看到了林心如作为母亲的温柔和耐心。 她用爱和陪伴, 帮助女儿度过了人生中第一次面对失去的痛苦。 在教育孩子方面, 林心如一直坚持尊重和引导, 她从不强迫女儿做任何事, 而是鼓励她勇敢尝试, 自由探索。 只要小海豚愿意迈出第一步, 她都会毫不吝啬地给予鼓励和支持。 不得不说, 林心如真的是一位智慧与温柔并存的神仙妈妈。 相信在她的悉心呵护下, 小海豚一定会快乐成长, 拥有一个精彩分成的人生。 最近, 林心如接受台媒采访时爆料女儿小海豚爱顶嘴, 但这位辣妈却表示不生气, 还分享了家庭分工的秘诀。 林心如说女儿很会顶嘴, 比如说叫她去洗澡但她还赖着要玩。 林心如对女儿说, 有人可以这样子吗? 小海豚则回应道, 有啊, 就是我啊。 听到女儿跟自己顶嘴后表示现在不会生气了, 表示很欣赏女儿的个性。 从青世黄飞开始转型做制作人, 监制林心如的事业风生水起。 同时, 家庭生活也安排得井井有条, 林心如还透露自从女儿上学后, 霍建华全面复出拍戏, 而林心如则承担起更多家庭责任, 这种家庭分工让两人都能陪伴孩子, 又兼顾事业。 林心如表示, 家庭和工作都需要用心经营, 只有相互理解和支持, 才能让家庭更加和谐美满。 林心如和霍建华的家庭分工模式真是让人羡慕。 林心如真的好幸福, 有爱她的老公, 有乖巧可爱的女儿, 事业爱情家庭三丰收, 快来评论区分享你的家庭分工秘诀, 或者聊聊你对这种模式的看法吧。 林心如温柔地呼唤着女儿小海豚, 宝贝, 该去洗澡早了, 玩了一整天, 你的小身体需要休息和清洁哦。 没想到, 这句话却像是一枚小小的石子, 投进了小海豚那充满奇思妙想的小脑袋里, 激起了层层涟漪。 小海豚眨巴着大眼睛, 一脸认真地回答, 妈妈, 我还想再玩一会儿吗? 语气中透露出不容忽视的坚持。 面对女儿的拖延战术, 林心如决定换个方式沟通, 于是她略带调侃地问, 有人可以这样子吗? 总是不按时洗澡哦。 这本是希望引导女儿认识到规则的重要性, 却没想到小海豚立刻给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答案。 有啊, 就是我啊。 这句话一出, 仿佛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凝固了一秒, 随后是母女俩相视而笑,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亲情与欢乐。 事后, 林心如在接受采访时分享了这个小故事, 言语间满是宠溺与无奈。 以前听到她顶嘴, 可能还会有点小生气, 但现在我发现, 这孩子啊, 吃软不吃硬。 林心如的话语中透露出对女儿性格的深刻洞察, 也展现了一位智慧母亲的教育哲学。 网友们听后纷纷留言, 有的调侃道, 看来小海豚将来是辩论队的苗子。 有的则感慨, 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吗? 哈哈。 小海豚的顶嘴事件, 在网络上迅速引起了年轻父母的共鸣。 许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 有的表示赞同林心如的温柔引导, 认为理解和尊重孩子的想法是沟通的关键。 也有的家长分享了自己与孩子斗智斗勇的趣事, 斗得大家捧腹大笑。 这场由小海豚引发的辩论赛,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明星家庭的温馨日常, 更激发了社会各界对于育儿方式的广泛讨论。 在2016年, 娱乐界举办了一场引人注目的结婚典礼。 这场花好月圆的婚礼, 是由中国内地最顶级的私人定制团队, 北京一阳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举办, 并邀请了众多明星出席。 当红演员林心如与霍建华共同走进婚姻的神圣殿堂, 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王子和公主的融合, 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向往。 这对被称为金童玉女的组合, 不只是他们之间情感的提升, 更代表了粉丝多年来所期盼的美好梦想的实现。 在经历了一段不愉快的恋情后, 两人终于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结婚后不久,林心如便怀上了孩子, 为这段美满的婚姻画上了完美的结束。 一个三口之家欢乐和谐的场景, 已经被公众视为模范夫妻的典范。 他们的爱情是在一次意外伤害之后发生的。 出于对这段感情的考虑, 林心如果断地放弃了多个电影合同,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家庭角色的塑造中。 他所做的选择, 不仅展示了一个女性愿意为爱情做出牺牲的坚定决心, 还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 霍建华用他那充满温情的眼神守护着他的温馨家园。 他的丈夫是个地道的香港男人, 他和妻子都很喜欢孩子。 女儿出生后的首年, 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职业, 转而成为了一名全职负责育儿的钦差。 这名经常在屏幕前饰演硬汉角色的演员, 在日常生活中展露了温柔如水的一面, 因此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喜爱。 在他的电影《爱乐之城》里,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丈夫, 今喜善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之后, 却因家庭所事与妻子分手了。 但是, 我们不得不思考, 一个如童话般的开端, 真的能确保幸福永远不变吗? 当他们步入婚姻殿堂后, 能否像童话一样, 让生活变得美好起来呢? 在美光灯变得昏暗, 生活重新变得单调的时候, 这对明星夫妇将如何应对婚姻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在他们的婚姻里, 究竟有多少爱值得珍惜, 又有多少爱需要守护呢? 对于这个问题, 可能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找到答案。 结婚后的日子里, 并不只是蜜月式的甜美, 林心如与霍建华很快就遭遇了角色转换的考验。 在两人结婚之前, 他们都曾是娱乐圈炙手可热的演员, 也曾因为出演电视剧《潜伏》而红遍大江南北。 曾经光芒四射的林心如, 逐步从一个只在聚光灯下发光的明星, 变成了一个全新投入家庭的主妇。 这名出生在90年代的女演员, 在2016年之前, 她的工作日程仍然是满当的, 她的作品层出不穷, 职业生涯也达到了顶峰。 结婚前, 她是一位资深演员, 曾主演过《爱情公寓》等电影。 但是, 在结婚后不久, 她怀孕并生下了女儿, 这使得她的生活焦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林心如毫不犹豫地 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 家庭主妇这一角色当中。 在育儿过程中, 她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 身为一个初为人母的她, 正面对着前所未遇的考验。 林小冬是一家外企公司的白领, 工作繁忙, 家务繁重。 在日间, 她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 而到了夜晚, 她还需要不断地哄骗那些不守规矩的孩子。 这使得她经常遭受失眠的困扰, 脸色也逐渐变得阴沉。 由于长时间缺乏足够的睡眠和母乳营养的不足, 她的皮肤逐渐失去了紧致。 在这种情况下, 她不得不每天给自己买很多化妆品, 希望能把脸上的皱纹抹去。 在家庭琐事和娃娃清河的多重压力下, 林心如的活力和面容逐步被削弱。 与此同时, 霍建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尽管她在女儿出生后的首年选择了与家庭成员全天相伴, 成为了全职负责育儿的钦差。 然而, 不久之后, 她再次投身于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之中。 在最近的几年中, 霍建华连续出演了如《华灯初上》、 《玫瑰故事和他为什么依然单身》这样的热门电视剧, 这在娱乐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林心如在家中默默地付出, 而霍建华在演艺界仍然光芒四射。 从《我是歌手》到《霍原甲之风云》再起, 两人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角色转换。 这样的角色变迁, 不只是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重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纽带。 他们的婚姻关系, 在这样的角色变迁中, 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 林子芝和霍建华的爱情究竟能否维持到最后呢? 对于这个问题, 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内心最为明亮。 因为在经历过一段婚姻危机之后, 林立军与霍建华之间开始有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转瞬之间, 林心如与霍建华的婚姻关系已经经历了七个年头。 到了2023年, 当这对被誉为模范夫妻的人的最新照片 重新进入大众的实现, 大家都震惊地意识到, 时间似乎对这对情侣有着特殊的偏爱。 在电视剧《我不是潘金莲》里, 霍建华饰演的李春香和金秀莲饰演的李香燕, 两人都是大龄青年。 霍建华出色的表现不仅让他在新剧中与刘亦菲的搭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更重要的是, 他成功地进入了一线男演员的行列。 在《潜伏》中, 他饰演的大侦探李云龙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在狼牙榜里, 他又以全新形象示人, 成为一名优秀的偶像演员。 他每次的露面都能激起广泛的讨论, 新剧路透图发布后迅速登上热搜榜单, 引发了一场热潮。 但是, 当林心如在综艺节目《我们的美好生活》中露面时, 观众们震惊地发现, 这位曾经的玉女如今已经显露出衰老的迹象, 她的皮肤越来越粗糙, 头发也变得凌乱无序。 虽然她努力地打扮自己, 显得年轻而帅气, 但仔细一看, 岁月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变。 林心如显得有些疲倦, 她的法令纹清楚可变, 甚至她的双下巴也开始显现。 她说这是为了拍到一张完美的片子才做的精心准备。 尽管有灯光的点缀, 但她脸上的微小皱纹仍然难以被完全掩盖。 在《我是歌手》中, 她以甜美的声音和成熟性感的表演赢得众多粉丝。 录制过程中的图片揭示, 林心如的脸色显得有些暗淡, 她的双下巴开始显现。 当她与其他的嘉宾站在同一位置时, 她的衰老迹象明显地展现出来。 显然, 林心如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个节目的演出中, 尽管时间在她的脸上留下了难以掩盖的印记。 她说自己是个老演员了, 但是现在却要去拍一部《我爱我家》, 这也让她感到很轻松和快乐。 这种形象的转变, 使得许多网友惊叹她仿佛是一个65岁的大妈。 不只是在综艺节目上, 不久前林心如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的表现也是这样。 她说自己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 总是一副阳光灿烂的模样, 反而变得更加成熟和美丽了。 尽管有灯光的点缀, 但她脸上的戏文依然难以掩盖。 这种鲜明的差异, 真的令人感慨, 时间似乎并不偏爱任何人, 甚至那些曾经光芒四射的明星也不是例外。 如今,林子芝、霍振环都已经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独特魅力令人印象深刻。 林心如与霍建华的照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这两位在过去七年中形象的巨大转变, 激起了众多网友的热烈讨论。 有些人对这对被称为模范夫妻的夫妇的生活, 是否真的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完美表示怀疑。 也有观点认为, 哪怕林心如不进行打扮, 优雅地面对自然的衰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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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